台湾今年夏天有多热 对我来说十分钟五分钟 可能就不行了 不只白天热乎乎 为何晚上也难降温 热岛效应整个越来越严重 台北市最高温 应该有机会突破四十度 对抗热岛效应 台湾如何降温大作战 周六晚年十点 低关键